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是隐言人陈彦琪 在上一集的节目之中 我们有请到薛化元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说 关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 以至于所谓情治系统的改编 那在情治系统的改编里头 我们有提到说所谓的奖金国 要去管理所谓的中统跟军统 那在这里就想要请薛化元老师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所谓的中统跟军统 那他后来的改制是如何呢 老师 是 实际上中统就是原来党的情治系统 那中央统计局 那后来他就变成调查局 那军统呢 原来是属于这个军事文会下面的 这个军事统治局 统计局 那后来呢 他就变成保密局 后来变成金群局 是这个系统是这样下来 那这两个系统在因为派系的问题 在中国当中闹得很厉害 所以 蒋一词希望能够做一个整顿的工作 然后那边到 我们刚刚讲说原来是总统府 基要士 基要组 大概是这样 那后来就变成国家安全局下面 这是整个制度上这样建立 这是一件事 可是情急系统不止这样 在1950年 那么就新成立了这个国防部总政治部 那么由蒋经国担任这个总政治部主任 那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 如果大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破获 蔡教贤被捕这些事情 就是由蒋经国 透过这个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 来直接对外公开表达 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那你既然有了这个总政治部 那之后在军队里面 是不是要建立起所谓军中政战系统 请注意军中政战系统是一个中立化的描述 你会讲什么 可是军中政战系统对国民党重要是在哪里 它是党的政战系统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它早期的话 这个所谓政公 就是要必须有国民党党籍 那必须这样才能去担任政战的御官 或者是军中政战的士官 那在军事干部的赔与上 那么就是成立了所谓政公干校 那政公干校是在复兴刚 那培育起这个重要的干部的成员 这是蒋经国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后来里面最重要的人就是王生 那另一方面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 那蒋经国成立了所谓 中国青年缓共救护团 那中国青年缓共救护团 它不是动员学生来出租蒋介石这样而已 更重要的是拖动员 也就是不要让其他力量 可能去动员学生这个系统 那当时救护团它负责什么 高中以上学校的精训 在高中它以上更成为学校行政的一环 推行校中主义领袖 这样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问题有趣就在这里 那救护团为什么可以办军事训练 因为一开始 大家不要忘记 蒋经国是在国防部总政治部 所以救护团在成立的一个运作 在国家体制内来讲 是由蒋经国所在的位置 来扮演这关键的角色 不过救护团本身 并没有因此成为国家 整个体制的一部分 所以后来被批评之后 那么就改由教育部的军训士来接手 不过在这脉络中我们了解 蒋经国先抓住了情治系统 接着军中的体系 同时在教育体系中 它也琢磨很深 那个救护团系统 后来成为蒋经国左右手的 就是李幻 王生李幻 是蒋经国后来担任总统 是重要的左右手 是 好 那各位观众可能 如果有经过国边本的教育 或者是说还有印象中 有参加过所谓的军歌比赛的话 那军歌比赛 通常我们就会在两手的行进曲之间 会安插呼喊口号 然后印象最深刻大概 口号通行就是主义领袖国家 责任荣誉 好 所以各位大概可以回想到说 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去铺陈这件事情的 那接下来会想请教老师的是说 那在推动强人威权体制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所谓的反对势力吗 那又是怎么样对付这些反对势力的呢 我们现在讲的反对势力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讲什么反对党什么这样 不是这样 这反对势力讲的是 一开始在国分党体制内 可能去反对刚刚讲那几个方向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要进行改造的时候被排除的这个陈利夫 可以说第一个反对势力被排除的重要的表征 可是那时候还没改造 等他改造以后 他要怎么样去排除这个异己 那基本上就是牵涉到 他反对强烈威权体制的政策走向的这些人 那其中包括谁 包括沈主席吴国珍 他不支持救护团 那同时他也是夫人派 跟蒋经国之间有一定的冲突 第二个是陆军总司令孙力人 他怎么样 他反对军中由国民党推动的政战体系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还有谁是反对派呢 实际上包括总统秘书长王世杰 不会吧 王世杰应该是蒋介石最新人的 这蒋是对的 所以他所谓反对树立 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 也不是反对蒋介石 反对事实上指的是说 反对强烈威权体制 应该这样讲会更清楚一点才对 那另外呢 在言论上是谁 就是雷政扮演重要角色的自由中国 持续批判 蒋介石在威权体制建构里面的种种的作为 应该是这样说 那这些力量怎么去排除掉 那我觉得我们要分作两种情形 一种就是 你对他造成十字威胁 十字威胁就是力量比较大 比如谁 孙力人 孙力人他在台湾训练军中的干部 所以他握有军权还有干部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像这个吴国珍 王世杰 我们刚才讲王世杰 这些人他是立场上阻碍了这个 强烈威权体制的推动 不过呢 他对政权来讲 没有十字的影响 因此这些人怎么办 换位置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此王世杰 被拔掉这个总统民部长之后 经过几年就付出担任这个政务委员 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那吴国珍呢 辞掉沈主席之后 他选择流亡海外 这种流亡海外 我们之前也提过 宋美林来写信给他 这当然是蒋介石同意的 问他要不要回来担任行政院长 或者是担任总统秘书长 所以这种铲除 跟我们所认识的白色恐怖的那种 直接关起来抓起来 也不大一样 但是石子英强一向孙利仁 那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孙利仁要拔掉金权 而且一直软禁 直到李登辉时代 还进入许定那个阶段 至于他手下的人呢 重要的干部 那么就没办法担任重要的 这个指挥系统的职务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说明 那在如果观众朋友们没有看到上一集的节目内容的话 在这里可能也想相信老师帮大家温习一下 就是这些所谓反对强人威权体制的反对者如何被铲除 那为什么蒋中正他敢这样做 那其实是不是有外在势力的支持 比方说美国的介入呢 应该说原来用吴国珍 王世杰 孙利仁 固然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 不论是拜托台湾来的过程或之前 都有很多贡献 而他们对讲的效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会去铲除这样的反对势力 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外在国际形势的发展 蒋介石任用那么多自由派人士 美国还没有松口 还没有松口 可是等到这个 韩战爆发以后 这个局势发生改变 韩战爆发 那么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实施台湾海峡中立化 那我们也讲过 杜鲁门同时就声明 台湾未来地位 必须等到太平洋区的安全恢复的时候 或者对日合约的签订 或者是由联合国来决定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局面 这个状况的改变呢 是代表美国有支持这个东西 可是等到韩战的进入发展 那个美国打过38度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认为这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所以他直接在190年10月 那么以所谓志愿军的名义 介入韩战 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美国的位置改变了 他变成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政权 这是一个改变 虽然这样 美国租持这个 等于是支持台湾 不要让那个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病吞 这是一件事 可是美国的决策者 终时倾向保全台湾 但是要跟国民党政权 去明显挂钩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一看是不明显的 那什么时候发生改变 是1951年5月发生改变 在1951年4月的时候 4、5月间 美国杜鲁门总统决定 在台湾问题上 不再对中共政权让步 他意识到中共政权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不可能成为美国围堵 苏联的一个角色 没法扮演这个角色 这整个过程里面 美国他所思考的事情是 为了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或中共政权对外扩张 影响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实际上这个事情 后来在印尼也发生了 那么刺化这个地区 虽然希望能够有一个 培植另一个中国的政权 这个时候 希望把台湾扶植为 所谓的自由中国 那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 那作为美国在亚洲 能够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把某些人排除 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外在局势的改变 那加上爱生豪的当选 那最后1954年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的签订 那么台湾被正式纳入了 美国的防疫系统 这样子说很顺 不过回头想一想 一定不要忘记 整个冷战的体系的运作 对美国来讲 很重要是一个杜鲁门主义的运作 虽然这个时候杜鲁门 很快在1952年后 当然是爱生豪总统 他为什么这是重要的 围堵政策 在设计的本质上 不是只有围堵共产党 还有自由民主的价值 那杜鲁门主义来讲就是 在战略比起来的时候 比起自由民主的价值 战略位置更重要 所以台湾战略地位的提升 等于是美国对蒋介石的 主持的一件事情 我还记得 当时流亡在海外的 民主党主席张军脉 就写文章说 批评美国军援 巩固蒋介石的独裁 还不够 就是说美国等于变相 鼓励蒋介石 培养他的儿子蒋经国 这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们说 美国支持了所谓的 强人威权体制之下 进一步蒋中正要怎么样 进行有更具体的 就是铲除这些 所谓的反对势力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在接着上一段的节目之中 我们就要说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蒋中正基本上就是肆无忌惮的 开始他产出所谓反对强人威权体制的 这些人 那这些人具体的来说 老师在上一段的节目中 有跟我们介绍过 那现在就请老师 是否就从王世杰开始说起呢 是我想刚刚我们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像王世杰 吴国珍这一种 那一种是像孙女仁这一种 那王世杰案的发生是在1953年 当时蒋介石以门户舞弊 不禁止守这件事情 没有经过行政院长层层的护属 就把王世杰免职 那这个时候就先取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行政院长层的这个命令 是否有效 是否造成宪政体制的一个争议的问题 这是一件事情 那王世杰遭到免职 一般来讲讲的是说所谓两行案 那所谓两行案指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时候 原来属于国营的航空公司 那有飞机就停到了香港 停到香港的时候那么 中华民国政府担心 这些民航机会不会被转移 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中共政权 所以就把这个飞机的产权 先转给那个陈纳德 这个很著名的陈纳德将军 可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委 采取了行政诉讼等等 各种诉讼的方式 这个诉讼结果陈纳德 没办法马上取得飞机 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马上挤护飞机的款项 这个立场上 行政院长陈臣是知道的 王世杰也支出的 这认为暂时不必挤护 蒋介石就把这责任归咎给王世杰 所以把他免除了 但在背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王世杰跟陈臣 在当时要推一个反共救国会议 希望能团结海内外反共的这些人 一起来推动民主反共 可是跟强连威力体制的方向 不是那么像 那我们可以说 站在战后台湾历史的脉络中 那王世杰的下台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代表什么 自由派的支持对蒋介石来讲 没有以前重要 只要妨碍强连威力体制的政治路线 那就会成为执政者压制的对象 但是王世杰这样讲是比较单纯 但他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白色恐怖之下 不至于外面被捕那些政治意义者的问题 我们来看王世杰这样一个 党国体制的高干 还面对什么 免职力下来之后还没有发布 护秘书长马上率领总统相关的人 进入秘书长室 查封包括秘书长师人 医务占领的所有的物品 当然包括秘书长下的秘书 就是王世杰下面的秘书 这一件事 这总统武器查封 我看这个应该是空前绝后了 那另一组人就直接到王世杰家里面 要求他的太太把车子交回来 要拆掉他们家的室内电话 还要求他限期搬出 不过王世杰的太太也很厉害 车子 抱歉不是总统武的 也不是所以这个是借来的 室内电话是他们家自己花钱安装的 所以拒绝这是一件事情 那王世杰本人怎么样 他跑到了郊外的那个招待所 除了秦乘罗家伦之外 不接见其他人 为什么 他担心其他人还被波及 这样的问题 那王世杰又干了什么 因为罗家伦是他好朋友 所以王世杰把他日记 就放到罗家伦家去 党国体力下 这个大佬 连日记要怎么放都处理 所以你注意一下 很多国民党的高干 在晚年都把日记运到海外去 这是一件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罗家伦就写信给他 在海外的旗子说 这王世杰案是一个冤案 不过不能写太多 为什么 因为为了防止毁碟 这个信件检查非常的严格 同时他自己在反省录就写下 他的位置眼望是热源 进去是火坑 可以掌握权力 所以是愚者骄傲的场合 但是是智者含心的所在 在解释王世杰案那个处境 还有罗家伦自己的看法 就是因为 这样的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 那么这样的支持蒋介石的人 都可能遭到这样的状况 只是因为不同意某些政策 不同意整个这个方向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 蒋介石的白色恐怖 我们让谁那么可怕 我觉得可以多看看 党国体制要员们的日记跟回忆录 我想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面貌 是 那在老师透过王世杰案的说明里头 其实还是可以提醒各位观众们 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 即使你是国民党 但只要你的立场是跟统治者 也就是蒋中正相左的 基本上你就会是被铲除的对象 对 那在这个被铲除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刚刚可能还有提到 一位是吴国珍 那虽然前面的节目有讲过 但是否还是请老师 就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吴国珍的大概的经过这样 吴国珍是蒋介石 为了征求美元任用的沈主席 那对吴国珍来讲 他不支持蒋经过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在台湾因为他 发现他可能被谋杀 所以就跑到国外去 跑到国外去刚好发生王世杰事件 就谣传说王世杰 偷偷让吴国珍带走了外汇 套汇 这当然是严重的事情 那吴国珍就很生气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他登广告 结果广告登不出来 台湾的广告登不出来 吴国珍气坏了 想尽办法 最后结果呢 登出来了 没有通知吴国珍 同一天吴国珍就上了节目 有点像我们这种 谈话性的节目 在节目中 大力抨击蒋介石 蒋亲国 特别是抨击蒋亲国 跟情治系统的关系 这个事情 就双方变成 一花不可收拾 有吴国珍 就引导到谁 结果就是江南岸 以后我们会再跟大家 再说 今天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